大家好,我是天鱼 我这两辆摩托车每到下半年需要买保险的时候都比较头疼 因为没法线上办理,所以只能到保险公司去购买 每次购买排队时间非常长 虽然现在早上还没有正式开门营业 但是从门口的文心提示上可以看出 国庆节之后,要买摩托车的保险必须网上预约 今天没预约,看看能买上了 开车三分钟就要开门了,开门这些人都是来办摩托车保险的 看看一会儿给咱办吧,不办的时候咱再说 这两年我们这边摩托车是越来越多了 但是能够办理摩托车保险的地方还是那几十家 所以车多地方少 再加上办理保险的时候,每次大概都需要半小时左右 让人头疼 在地方抢得压吃了,牛人肉眼就在新家 你的牛胆水里,你先给我了 你先听我说 因为咱是我们的,真强 我来说所有的国员都想好 在这个地方,他在地方流动的是一百多个 就是一百个天啊,一百个吃,二百个吃 昨天因为没有进行预约,所以没有买成摩托车的保险 今天只能是预约之后再过来的 给大家提醒一点,买摩托车的保险一定要先预约直接过来 可以预约具体的几点 这样你过来就不至于白白的跑一趟 或者平白无故的在等待了 摩托车的保险和汽车不同 汽车可以直接在APP上购买 但是摩托车的保险 如果你只想购买交抢险和车船税的话 还是需要到现场来办理 提醒大家一点,一定要网上预约 预约的方式就是视频里这种早码预约 在视频的最后我会放一张图片 上面有能够在济南办理所有摩托车交抢险的具体位置 以及电话 还有一点大家需要记住 摩托车的保险 办理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 周末是不营业的 这个也放在视频的最后,大家一共参考吧 随段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